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的修行人很多都在说 我已经得了无上大法 怎么还没开悟呢 过去的人开悟怎么就那么快呢 问题就说在根基不成熟上 我们成就佛道必须要具备优良的根气 这是要的品质 比如要造就真经美誉 必须要有好的材料 也就是说 首先要开采到上好的玉石做原料 再经过反弱的打磨 切磋 雕琢 才能成为美誉 如果材料不行 再怎么压工 没办法采取好的上品的预期 所以说原材料是很重要的 还要打磨切磋 这就是后天的努力 修行没有进步 其实这就是因为没打好基础 你去看看自己的心上 还存在多少障碍 这些障碍在被清除之前 你的气脉上面必定有很多的污染的气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动一个不好的念 这个念得很微细 你又看不见 只要起一个恶念 你的气都是被污染了的 你那个就像那个空气一样 放毒气 你真的放了一点毒气在你的气脉里面 这毒气有很多种啊 各种各样的怪味都有 所以说只要你心里面有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你起心动念 其实都在往外释放能量 那这个能量呢 就伴随着这个气脉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气脉堵塞 都是因为我们 但是这个叶都在里面涌动 我们经常观察不到 凡复观察不到 你看你现在从现在开始 你要知道啊 你不要表面上有洁癖啊 实际上你心里面 全是脏兮兮的东西啊 起心动念全是恶念啊 那个都是最毒的气 最脏的东西 就是我们心上的恶念 称恨 现在就是 这些都没有调整过来的话呢 以至于心上面 连一个相对稳定 喜悦 清静的状态都没有 所以呢 现在必须要看清楚 自己目前处在什么阶段 要切切实实地在基础 做人上面修好 我们成就佛道 必须具有良好的 优良的根基 这就要品质 古语中所说的 修木不可雕 修木了 这木头烂了 雕出来也没有用 所以现在呢 不是记忆求成之实 你是个朽木 你是没有用 你先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美 一个好的材料 所以说现在 你不要去雕塑 现在雕塑没有用 记忆求成是没有用 记忆树 这不得 必须使自己具备修道的根基 也就是首先 需要完善自己的品德 能品 闲善的八项要求 一 心善 二 扫禅 三 扫狂 四 温良 五 力远 六 稳重 七 量大 八 识广 成就佛国 必须具有修解脱道 菩萨道 修密尘道的种性 这个种性 无非就是指你心上的品质 这就是指 心善 心子 心温 心语言 心稳 心大 心果 当你这个人的禀赋 已经有了这些美德的时候 再结合各种佛法的修持 就能够顺利地成就道国功德 也就是有了这个如真经美玉般的人品后 加上修法的断道 就决定会有大的成就 我们只要 那对于这些品质呢 一项一项地进行考察 就会发现 这的确跟我们修行的成败息息相关 如果你已经具备了那些素质 你就看守各种正法 就像是一个器皿 气的容量有大 很大受的也就多 气的质地坚固 使用的时候会长久 气足够开放 它能够不断地容纳 古人也说 功欲善其时 必先利己气 要想承办事业 工具必须足够的 锐利 也就是 所以 也必须要好 要想在世间法方面 成就一种不朽的功勋 一种伟大的事业 仰仗的就是 这千古难得的人品 如果你依靠这 贤善的人品 趋入佛法 那就会具有强大的造就力 吸收力和开发力 因此 当人的根系成熟时 一旦以佛法接受 就会很快地获得成就 当今时代 有许多人 虽然学佛时间很长 可是却不见有多大的成就 问题就处在根基不成熟上 而过去的大德 比如六祖 他没读过书 不是智 但是他成就快 他就是听别人检验一下经 他就懂了 就做得到 他这种人 一听他就做到了 他都不用学 我们可以观察历史上成就的大德 就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过去所说的 才有真如 才有真佛 在世间是忠诚孝子 出家就是高僧主持 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品质已经成熟 用在世间就能做忠诚良相 用在苏世间就可以成为主持高僧 也就是说 当你的心上具足这八种品质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成就佛法的基本素质 在菩提心的这个教授引导中 也是反复的强调 菩提心是无边广大 菩萨万行的一个根本质点 整个大乘佛道 唯一由菩提心来支撑 所以最开始呢 不必要在其他的法上用 下很多的功夫 首先把菩提心的刀磨锋利 再去砍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便利快捷 如果这把刀啊 不锋利 效率就会很低 是什么都砍不动的 同样的道理 人品素质一旦完备 就跟佛法非常的相近 过去汉帝由于有儒道良家的 深厚基础 佛法传入之时呢 人们已经具备了舍身习义 慷慨成人的优良品质 念念为天下着想 他们有这样的心量 所以当接触到大乘佛法时呢 就很容易得以升华成为菩萨 下面我们就对这八种品质呢 再做一些分析讲解 第一个是心善 心地善良 你们要记住 如果你心地不善良 你就没有包容性 你看心地善良的 这个表现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西伍大乘佛法 他在说 就是成就快的 他心地善良的表现 第一 就是自他平等 自他相患 自清他众的菩提性 他只需要扩大提升 就能很快地修上去 因为在他世间做能的时候 已经养成了这种利益别人 闲善的品性 也就是他已经拥有很深厚的善根 很纯熟的善种性 只是范围较小而已 但他已经训练好利益别人的心 无论是对自己的父母 兄弟还是同学 同事 包括在他身边各种各样的人 他都知道 怎么发自内心地用善心去帮助别人 至少他对任何人都有一颗善心 他愿意把好的给他人 自己吃亏 他是以他人的安乐和欢喜 看到别人安乐 他有欢喜 就是是陌生人 或者是欺负他的人 他都不怎么去计较 以他人受苦痛苦和难过 这样的根性很契合大成道 所以他一入到大成道 善根就像遇到甘露一般 在短时间内就会成熟 这个就叫心地善良 心地善良 有些人善良只对身边的人善良 他对动物就不善良 他杀动物生活就见过这样的人 对动物呢 他就杀动物 好像没感觉 一点这种同情心 或者是善心都没有了 对敌人也是特别的凶狠 但对自己的人很善良 很呵护 对自己的亲人 或者是朋友 很讲义气 很勾搁 但是对其他的人就不好 他这样善的就是很狭隘 这样的人的讲义 就是对自己的朋友 很愿意奉献 对敌人 对其他的动物 他就没有忍耻 所以当然首先的这个善良就是 就是愿意去帮助 就是希望别人能够离苦德了 看到别人快乐 愿意就不嫉妒 受到别人的欺负 有些时候也能够包拢 这不是太过 第二个是少禅 如果就有少禅 少狂的德行 也就是无论对任何人 任何事都是秉着一颗政治的心 不会为了骗起名利 做各种虚伪 狡诈的心态 语言和行为 有些人为了名利 就是说假话 做假事 为了自身的利益 他就心叫禅曲 这个禅 就是虚伪 狡诈 就是欺骗 主要是欺骗 说妄语 打妄语 喜欢打妄语 这就是禅 狂也是这样 狂就是狂语 就是说那种 就是我们说是大话 然后呢 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话 秉庆上面 这个政治的人呢 就是残狂的心就很少 当然要说绝对没有是不可能 因为凡夫毕竟有我之 还会在乎自己的面子 这样在不经意之间 也会搅饰 掩饰 也会偶尔表现出这样 那样的一些行为 这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呢 这方面的心情很薄 相对而言 政治的善根就很强 那么呢 这样的人在学佛之前呢 就具备政治的品德 一学佛法的时候 很容易跟正乳相应 就像维莫洁经中所说的那样 知行是道场 平时呢 心都选址 就像一张弓的选址一样 没有弯弯曲曲的地方 意思是这样呢 它是人的心呢 很单纯 很单纯的人 这样的人成就很乖 心里面没有 残取的心少 因为它得失心可能比较淡 所以呢 它没有太多的 就想采摹别人 说话呀 是吧 说什么心态呀 就是 还是在为了这个 相互之间的得失嘛 虚荣啊 为了一些东西 就会残取 如果我们心里残取比较少 那心就很正直 这样在法的相应上也就会很直 禅宗有个 婆子 它就是 以木直去为导师 就是师父以前也讲过 你要成就的话 就三个字 莫妄想 你只要不打妄想 你就成就了 修行也这么 就是也说实话 也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凡夫 总是坐在那里打妄想 想了一会儿 突然醒 觉察过来 醒过未来 刚才又打妄想去了 那其实你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打妄想 我们凡夫 做梦也好 吃饭也好 其实你能够 就是那个 保持这种 自我绝躁 反省的那种 没有妄想的状态很少 大部分的时候 都在妄想当中 这些叫木直去 这样的话 心地正直 容易跟正如相应 心地惨狂 难以入导 其实人的心态 行为和气脉 等都有 这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一念一形上 就能看得出 你是什么气氛 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气氛 就是你的气脉里面的气 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散发出来的一种氛围 就是要气氛 就是从气脉里 散发出来的 若是还没到那个程度 即使你 就是你得到了 再大的什么法 也难起作用 到了那个程度 一点就燃烧了 就像这个柴一样 你先得 劈开了 晒干了 是吧 那个时候一点 我们这个是湿的 很烂的 就是你点不着 就那个意思 就像修着火定样的 有些人 怎么点 怎么也不发热 因为你的肚子 全是水 当然是点不着 毕竟是冰凉的水 当然点不着 有些人修着火就很快 修着火 一下就点燃了 整个把这个 眼的肚脐 这个代脉就发热 然后我们慢慢地延伸着 残狂心很重的人 心里有很多委屈 委婉曲折 围绕心轮脉的外 纠结的很多 所以说你这样的人 心脉这个地方 经常会感到发闷 发紧或者发痛 心轮这个地方的脉 就是肯定是纠结的 你天天纠结 你心脉就是越旧越结 这样就会非常难解开 在那种心态的控制下 以甚深的佛法 根本就格格不入 中国人的这个残狂心 一般都比较重 所以说很难 所以说你们要好好地惨 这个惨曲心 狂心 说话都很容易大 并且特别狡诈 这样的心态 随时都在说谎 没感觉 这样的人很多 所以真正的大成就者 都能够关机 知道你火候有没有成熟 当你火候已经很成熟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的人品 已经修得非常好 内在德行非常充实光辉 这个时候再学任何的佛法 都非常的快 样样都看了 所以说你们有些人 不要学那太多的大精大点 为什么 因为你基本的人品不够 你学那些东西 就是修不出来的 就是会很麻烦的 只能增长你的慢性 狂慧 修不出来的智慧就是狂慧 狂慧就会增长你的狂妄性 比如让他受戒 他能手持清净 让他修行 他能够昼夜勤恳 让他祈祷佛菩萨 他也很精诚 很快就能得到感应 所以在方方面面 他都能够以上上的法 一法相应 师父传什么法 他一修就相应 这就是残取心 心直正直的人 心直 纯直的人 比如说 修道成仙的吕洞宾被称为纯阳子 他的心已经修到了纯阳的地步 没有一点阴暗 他在道家就是一个仙才 修到道家最高的果位 后来到了黄龙 禅师面前 经黄龙祖师 点拨开悟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修道上最关键的问题 意思是说 我们往往忽略了前面的基础 也就是说 你不要妄想一步登天 一步就什么都跨越过去 就像常常讲的 三个半包子的故事 必须要吃完前三个包子 到最后半个的时候 才能吃饱 你不能说 我只要吃最后半个包子就能饱 这个师傅也常讲这个问题 很多人就想一步登天 自己的品质不够 老想攀高峰 所以说 你首先要在能品上 尽可能地修圆满 你在这个方面越是得力 趋入到佛法中 进展就越快 就像刚才比喻说的 刀一定要磨快 根气好 快刀就斩乱码 刀快了就快 残狂主要是在名利性的趋势下 虚荣性的作用下 由于鱼翅和贪心相结合 造成了心理上的扭曲 养成了习气 残狂的习气很重 他那个习气他自己不知道的 习气来了 他说话就是那个习气 大家都看得清楚 他自己不觉得 作为一个大臣 学大臣佛法的人 要想处理世俗 修菩提心或者自在成为圣贤 更应当要重义 因为大臣道上一切所行 为是利他 这样才有轻易 才能依法相应 有些的名利心很重 你跟佛法是不可能相应 所以说出力心没修好 我们学习大臣佛法呢 到一定的阶段 需要为了利益众生 而舍弃自己的妻子 儿女 头目脑水等一切 有些人现在呢 就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很重 还说自己是菩萨 就是很麻烦 一做事啊 那个利益心就非常强 那种贪念啊 太强了 在在处处啊 这里说菩萨 都是以众生的利益为主 担负的就是 普渡众生成佛的重能 完全是出于一种 无条件的奉献 而不可以去违背菩萨界 一切菩萨界的中心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为了 普渡一切众生 而达到究竟的佛果 誓愿成佛 没有菩提心受到菩萨界 就是得不到借体的 所以说一种普通的心呢 升华到菩提心 一定要有上上的善根 有十善业做得很好 上上的善根做基础 因为菩提心是一种 极为伟大无事的心 完全是以悲心救世的心 如果呢 自己的知识之力的气氛太重 为了捞名利 去做各种虚假的事情 念念追求的 就是我的利益 我的面积 这样的心呢 已经完全局限在一种 我知名利的污浊气氛里 怎么可能跟这个高尚 纯洁无事的菩提心靠拢呢 不要说菩提心 就连出力心接近一点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出力心 就是要看空这一切 要从这个世俗的圈子里跳出来 所以说一定要修好出力心 有了出力心的话呢 那怎么能说呢 自己对解脱生死 有个强烈的愿望 那个时候 他对利益 他的心还不是很重 有些小称的人 出力心修得很好 但是他那个 闲善的人格 还是不够强 所以说呢 他对自己解脱生死 是非常的执着的 那么呢 利他方面呢 就信念还是不够的 经常的舍弃众生 所以关于出力心 还是不够的 我们德行上有亏欠 就像一个容器裂开了一样 现在人们就是 没有受过教育从小 挣扎了我们能自私自利的 习气 浮躁 轻慢 狂妄 个人主义 现在这个社会啊 就是说 内心深处啊 就是竞争心 虚荣心 狡诈心 放逸心 散乱心 在从小培养出来 就是过去一生中 本来就有这个习气 再加上这次的培养 就是很强 那么有了一种 不好的品性 在身心的气脉上 就会相应的出现 一些不好的现象 这样信念 起的越多 你的气脉就会越乱 因为说气脉 完全跟你的信念是相关的 要调整好 这难度就越大 你气脉调不好 要开发出本性的功能 就更是难上加难 你气脉都是乱的 并且里面气脉都有毒 是吧 你要把气脉调好 那就很不可能 那你要是想开发本性 那就更不可能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 先修这个 这个都是个次第的问题 这里讲了一个次第 如果你这个心呢 很笔漏 又很残酷 就是杀生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 心里面 没什么感觉 就跟鬼和畜生差不多 没有羞耻性 做坏事 没有羞耻感 不感到惭愧 杀生也没有感觉 也没有觉得是 在残害生命 那就是说 你这个人很残酷 残酷的人就是这样 杀生没有感觉 如果你的心 能够相对的 有一些光明自在 那就是人天的景象 如果你的心已经 离尘突然 一心趋向解脱 那就是 初世见到的心 如果你心已经具备了 处理意乐 念念 注意界定会 断贪嗔痴 那就是身闻圆觉的心 第五个就是 念念 为了一切众生着想 有了大菩提心 然后呢 心持六度 还有四舍法 念念都是为众生 如果你已经 大彻大悟 真的自信 原本的 就是如来 正等觉 那你的心 就是佛心了 那学佛呢 就是实实处处地 改造自己的思想 把这个心上 除旧换心 就是我们的 要不断地更换 我们心里面的 各种不好的 这种心态 这个不容易 因为它这个 去了又回来 去了又回来 所以说这个 十善道是非常重要 十善道呢 就是一切 身闻圆觉 诸佛菩萨的基础 我们这个 初心学佛 要把人天善道 要修好 才有资格 修解脱道 人天善道 没修好 解脱生死 也是完全不可能 即使你那个 出离心 也是很自私 非常自我的 一种出离心 那种出离心 都不 虽然有一点 但是呢 其实你是成就不了的 有些人有出离心 但是特别自私 我也见过这样的人 整天想着 自己什么程度 然后呢 特别残取 特别自我 自私 这样的人我也见过 整天在坛堂里打坐 腿液练得很好 几十年下来呢 但是呢 人品很差 人品很差 你看到那个样子 就知道了 这很可怜 不自知 也没有师父教他 一个人 一个学佛的人 如果就没有一个人 来指导他 教他 没有这样的福报 你说多可怜 没有福报 就是没有师父 就像一个学生 没有老师一样 你说是多可怜 这样 他这里说 每个人要有自知自明 这师父也是经常讲 自知自明呢 就是呢 就是我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要看清楚 你观察一下 一天到晚 你的起心动念 都在干什么 你要是现在不好好修 你以后会跑哪去 你只要看 像一天到晚 你起什么念 你就知道了 有些人觉得 我自己挺好的 因为我挺善良的 其实你很傲慢 你对侵犯你的人 你就看 马上就起恶念 或者是背叛你的人 你马上就想 杀了他的心 都有 你觉得自己很好 这种人就该杀 你还不觉得 或者该死 你觉得自己很善良 你说你看 我对人家很好啊 只要听我话的人 我对他都非常好 不听话就不行 不听话就该杀 这一点着魔了 下面一个品德 那叫稳重 因为成佛之道 非常漫长 要从一个凡夫 求成佛中间 有很多的过程 需要一步步的完成 在这个世界里 必须要一个稳重的品德 这就不光是十年磨一剑了 那就是千百年 要持续下去 深深深室的 要这样子做下去 所以说要有很坚固的 稳重的品德 不是修两下 就修烦躁了 就修个几年 或者修个十几年 二十年 就觉得 我怎么还没成 我怎么还是这个德行 就开始就不愿意修了 有些人学了一两年 几年 就开始觉得自己 怎么自己还是这么差 反而觉得不如以前 其实是有进步了 说明你发现了自己 原来这么变态 这么恶 你以前都不知道 这是一种进步 那稳重呢 是很重要 稳重的人 很好地控制好 自己的身口意 努力努量地来进行文思 稳扎稳打的 所以说这个稳重很重要 有些人聪明 有些小聪明 但不稳重 不能够坚持 不能够十年如一日 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修 你看这几十年如一日 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 就是坐下去 就前面说的墨子去 就是每天都是一样的 也不执着这个什么时候成就 也不会去想 什么时候成就 这样的人才是稳重的人 梦想了自己 一下就飞上了天 一下就开了墓 或者一下就会 神通广大 这都是不稳重的人 对修行呢 总是积以修成 不耐烦 然后就到处跑 看他找一个什么样的高人 给我灌一下顶 把功力给我灌进来 用着看小说看的 金融的小说最喜欢看的 有些说修的修的就拿小说看一看 什么时候观想一下 什么高人给我 把他几十年的功力 都给传给我 过去的人修行呢 都是很持久的 如果按照次第来的话呢 初开悟以后呢 一般都要闭关很多年 实际上已经保到元素 在境界上不会走 才能够放任 这也就是大器完成的意思 这里说开悟 刚刚开悟的人 还要进修很多年 然后才可以放任 保任 先保后任 如果没有稳重的品课 长期的养育 就很难有高深的成就 因为还没成熟 阶段就已经过早的放弃 结果不能圆满 所以说大器肯定是晚成的 大器没有什么造成的 这个晚成的就是时间长了 当然有些大德 它就是转世的大德的话 它是更稳重 它那个时候已经相续到 已经不会打着了 但是很小的时候 它就开始已经非常的稳重了 学习什么都很快了 但虽然是这样 它还是非常谦虚的 非常精进的 像昨天我们学那个国师一样的 国师你看 它一生都非常的精进 虽然它是大成就转世 大德转世 但是它的一生也是非常精进的 非常稳重的 这样持续的 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坚持 从来没有一天这样放逸过自己 夜是大德 它是夜是这样子 稳重 语不稳重的表现 就是有现代人喜欢信口开河 乱评论 喜欢说话 话多的人都是不稳重的人 你们就话少一点 还有种人呢 就是喜欢自我表现 在人多的时候呢 就是喜欢说法 喜欢抓住一个人 就想去跟他讲精说法 这里说我们学佛人 说话不要乱说 要真诚 简洁真诚 说话要一下就说到点上 直接了当 就像一把刀一样 直接能够切到这个要害 帮助到众生 但是也不是那个 像愣头亲一样的 完全都不知道 别人在想什么 就是乱说话 那样的人 虽然是好像很直接 其实呢 你是个愣头亲 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心里面的那种 妄想 就随便说出来 那个不是这样的 不是心里想什么 就说什么 不是这样子 还有个义不稳重 义不稳重呢 就是思想上的 就是很容易变卦 这样的人呢 早上一个想法 明天又一个想法 整天变来变去 对自己的修行的这个未来 打算就是经常变 所以说要这里说 要断外缘 说的很重要 不断外缘 就会新原因嘛 不停地想动想起 有四种境界 就有四种想法 牵引牲口 所以说我们修行的呢 从戒律上 就是要尽量地端外缘 你外缘不端的话 你胡说乱想 所以说这个外缘 有些时候呢 就是世间法的外缘 那出世间的人 那就是说 你跟道友 就是以法相见 只是在法上相见 不跟他 有任何世间的那种情感 什么 或者互相的猜忌 互相的这个怨恨 这都是世间法 那么呢 这个易稳重的人 就是一定要修行禅定了 那么还是要修处理心 处理心好的人呢 这个就稳重得多了 如果你处理心好了 你对世间的东西都 就不动业了 不在意 不往心里去了 是吧 动摇不了你的心 这就稳重了 世间的名啊 利啊 一切一切的这个东西 情啊 这世间的东西 这些都是知道 这些都是假的 那动摇不了你 所以说我们的修行 一定要 要去修这个稳重啊 要少说话 是吧 让你的心静下来 然后思维法义 努力作义 心都在法上用功 这样子慢慢地用 不要着急 坐一天和尚 装一天钟 也有这样的心态 否则一着急 就不行了 钟是代表觉悟 代表觉醒的一个东西 你装钟的时候 就是 这边你就在觉悟了 有一个法门 就是壮钟法门 过去我们八十年代 九华山有一个老和尚 就是天天壮钟 后来他远积了以后 入身不坏了 终身就是 时时都在 把你的这些不好的 这个 妄想啊 稀奇啊 都能够振掉 听那个声音嘛 那个声音就是 就是我们念咒也可以 念咒是从内面 发出来的一种声音 这个终身呢 是外面的一种声音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除夜席的 所以我们念咒 也是去除夜席的一种方法 好 我们今天讲这么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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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